您好 歡迎收看本期的新聞週刊 12月4號 北約峰會在英國倫敦正式落下帷幕 所有的盟國領袖都出席了本次的峰會 各方就未來北約的發展進行了討論 尤其提到中共軍事擴張帶來的挑戰 那麼與會期間 美國總統川普也再次提到了美中貿易協議 表示說決定權在美國的手中 12月4號 北約70週年特別峰會 正是在英國倫敦郊區的瓦特福德拉克維姆 美英 瓦德等29位盟國領導人 均出席本次會議 各方就未來北約發展情況 和其他安全問題進行了討論 東道國英國首相約翰遜在開幕式上表示 70年來 北約為29個成員國提供了堅固的屏障 北約29國元首在聯合聲明中表示 中共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和對外政策是機会 也是挑戰 必須共同面對 斯托爾特貝格指出 北至北極圈 南至非洲 中共投資了許多基礎軍事建設 中共已經成為繼俄羅斯之後 北約的重點防範對象 斯托爾特貝格指出 中共在11月兵事上展示的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射程已經直接威脅歐洲和北美 北約已經開始著手解決 將中共納入軍備控制的問題 自2006年 川普就任美国總統後 一再敦促北約盟國繳納應付的經費 讓北約軍費連年大幅增長 斯托爾特貝格稱 北約得到的經費 竟是史無前例 這也讓北約變得更加強大 英國軍隊和加拿大 已經增加了130億美元 在2024年末 它增加了400億美元 這個可以說是北約自冷戰結束以後 它這個軍事聯盟色彩日漸半駁以來 第一次重新強化北約作為軍事聯盟存在的基礎 峰會前 川普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特貝格 舉行了長外會晤 談話期間 川普向媒體表示 美中貿易協議沒有最後期限 或許等到明年11月 美國總統大選後簽署比較好 而雙方能否達成協議則取決於它 川普提出 等到美國大選後再簽美中貿易協議 引發熱議 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對此向美國媒體解釋說 總統這決定會削弱中共 施壓美方的能力 中方認為 川普是出於大選的政治原因 急於在選前達成協議 因此利用這個槓桿 施壓川普 達成一份糟糕的協議 而川普總統不會玩這個遊戲 他的最新言論正是在消除中方的這一槓桿 旅美經濟學家鄭旭光分析 川普是一個重視經濟的總統 但在大選前 他需要調整策略 鄭旭光表示 中美貿易協議還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例如NBA事件令美國民眾對中共反感 香港問題也讓人無法信任中共 羅斯早前曾對福克斯商業網表示 如果美中沒有在12月中旬達成協議 將提高對中國商品的過水 美國財長姆努欽和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也接連強調 不會給達成協議 設置期限 庫德洛表示 目前沒有舉辦川席會的計劃 如果川普對談判進度不滿 就會毫不猶豫地加水 是在市場網站和白宮首席